他就是个普通工人 难看出来了 就我身边追我的人很多 我真的不客气地说 我都谁都看不上 那你觉得怎么都差在哪呢 外表就不行 文化素质什么 一看就不行 今天来乡亲的这位大姐眼光有点高 刚一见面 大哥的方方便便就遭到他的嫌弃 那接下来他还会做出什么举动 最终乡亲又能否成功呢 请老铁们一定不要滑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乡亲 康福信65岁 离异 退休金3300元 住房面积30平米 一见面 红娘就发现 康大哥的两个耳朵有点问题 大哥我才看见 咱们是带助听器了 我看两个耳朵都带了 先天性的亏肾 肾不好耳朵就不好 康大哥跟红娘讲 自己本身就患有先天性肾亏 再加上当年没有及时救治 所以导致了如今的厅力有些受损 同时还影响了他的生育能力 由于自己的这个毛病 所以康大哥一直有些自卑 1983年 康大哥在当地选择了一个农村菜市的姑娘 而且还倒叉门去了女方家生活 男人得学会哄女人 我没事我就哄他 平常表扬他点 别说批评话 说表扬的话 得学会夸心 主要是对媳妇 必须往心里去 结婚后的康大哥 对媳妇非常在意 在他小心翼翼的维持下 这段婚姻才勉强持续了17年 在2000年 因为一件事的发生 让这段婚姻发生了危机 离婚后的康大哥从此下定决心 他要拼命赚钱 让自己的条件好起来 等条件好了以后再找一个老伴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他 我要是能找到好媳妇 如今康大哥凭着自己的努力 现在每月有3300元的退休间 他觉得自己有条件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那在他的心里 究竟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了解了康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想起了同样家住吉林市的 甘秀云甘大姐 你好你好 我是红娘孙茜 甘秀云62岁 离无房 无退休金 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因为娘家没人 那些年的甘大姐 着实是挨了不少的奏 最后甘大姐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家暴 而选择了离婚 离婚那年甘大姐只有23岁 有一儿一女都判给了前夫 可怜的甘大姐 甚至连衣服都没拿一件就离开了婆家 从此开始了在饭店的打工生涯 而且这一干就是30年 如今甘大姐已经62岁了 离婚这39年 甘大姐始终没有再找 直到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 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那如今的甘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咋的有点也得有房子 咋的也得有工资 够吃就行 我不足以多少多 有个三千两千的就行呗 我要求不高 你只要你人好 我要能看上你就行 了解了甘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她和康大哥非常适合 于是决定马上拍两人见个面 刚一见面 康大哥对甘大姐的印象就不错 但甘大姐对康大哥却有点没在相中 甘大姐对康大哥的外貌 以及素质一点都没看好 是在红娘的苦心劝说下 才勉强决定去康大哥的家里再看一看 但还没等进屋 这边的甘大姐又有情况了 看到康大哥家这不足30平米的老房子 甘大姐不免再次失望 但一旁不知情的康大哥 却仍在积极的表现着 康大哥一番热情地表示 却丝毫没有打动甘大姐的心 见到甘大姐的这种态度 红娘连忙过来打圆场 面对红娘 甘大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了解了甘大姐的想法之后 康大哥也说出了此时自己的心情 虽然康大哥并不是甘大姐的菜 但甘大姐仍然对康大哥这个人给予了肯定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你说甘大姐既然把康大哥说的那么好 那他咋不跟康大哥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